美妙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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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妻 我在模特兒 已經工作十年了 我平常比較常拍的就是彩妝的部分 彩妝部分就是包括口紅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歡擦口紅的 很多人都問我說 欸 可是如果我一直塗口紅的話 不是會色素沉澱嗎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保養品 然後可以讓你的嘴唇不再有沉澱的煩惱囉 今天呢就要來介紹這個 Selendo的粉紅露 它這個很特別呢 它裡面包含的一個成分呢 是從德國進來的美白因子 很多人都不太懂 就是反正它就是可以有美白的效果 那它這個呢不用擔心 它是經過SGS的檢測是合格的 那怎麼使用呢 其實因為我在睡前呢 都會擦上很厚很厚的護唇膏 因為呢你長期如果擦口紅 或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因為台灣的天氣現在有點變來變去 所以忽冷忽熱 你很容易嘴唇脫皮 所以其實你就是要在那個 睡前的時候可以敷護唇膏 那很多人都會說 可是那嘴唇周邊呢暗沉怎麼辦 這要在什麼時間點使用它 就是在睡前的時候 那我現在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它是滾珠的 那很多人都會說 那什麼時候會變色 或是看每一個人的體溫 每一個人擦在自己的嘴唇上 或是皮膚上呢都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偏粉紅 那有的人會比較暗紅 那沒關係 反正它就是可以有保養的效果 那你看可以看到現在 就是它已經有淡淡的粉紅色 那我現在來看擦在嘴唇上 現在已經擦完了 這個呢 是非常保濕的 因為而且它有淡淡的玫瑰的味道 因為它是從玫瑰萃取出來的精華 你其實很多時間都可以擦它 譬如說我今天氣色很差 然後狀況不太好啊 如果我今天不上妝 嘴唇可能會 欸有的人會很深色 或是太暗紅 或是沒有血色 其實就可以擦上這個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現在嘴唇已經慢慢的變紅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我手上的 比較有一點淡淡的粉紅 那如果你想要 讓自己氣色看起來更好一點 你可以塗在臉頰上面 我今天是沒有擦腮紅的 所以我其實是可以這樣子 先塗在手上 用一點點 沾在臉頰上面 你們看這樣子是不是就有一點 淡淡的 好氣色 粉紅色的腮紅 但是它又不像是化妝品一樣會 殘留在 就是你會覺得 欸我臉上好像有一層面具 或是有什麼東西不舒服 它沒有 它就是讓你成像 好像是自己的氣色變好 這個粉紅露呢 該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擦在女生 或是反正你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 PP點 就是因為有的人會 我們皮膚比較黑的人 可能會 欸我的PP點 有一點點 比較深色 你可以塗在上面 保養它 然後讓它慢慢的變成粉紅色 pink pink 然後呢它還有另外一個效果就是 也可以擦在私密處 因為我們常常會穿褲子 會去摩擦 摩擦之後我們 皮膚一定不會像小baby一樣 那麼粉嫩 那你可以擦這個 就可以讓你的私密處 或是你的PP點 或是你的嘴唇 或是你任何身體 想要讓它變粉紅的地方 都可以擦喔 那很多人都想說 欸我用同一瓶可以嗎 其實呢它現在有出這種 就是三瓶的 你可以分 我要一瓶是擦嘴唇 頭部以上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的PP點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私密處 就是這樣分開來 就是可以讓你的生活 都變得粉粉的喔 反正今天總結呢 就是女生呢 不管是外在還是內在 還是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或是還是會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我們都需要來靠它 來保養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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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